本期话题 醋泡大蒜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醋泡大蒜的功效和作用 我们讲大蒜和醋都具有杀菌 抗病原微生物 所以我们讲醋泡大蒜 我们首先讲它抗菌消炎 那么抵抗外泄 那么对一些感染性疾病 或者外感染 包括病感染 包括细菌感染 病毒感染 这些都是有一定效果的 第二个我们讲醋泡大蒜 都具有了软化血管降脂 这个作用 所以对于血管 比如说肥胖 这种我们讲醋泡大蒜 它也可以 就是我们使用一点 可以简直来促进 既能改善消化 又能改善胃肠道的功能 又能够改善胃肠道的功能 所以对于醋泡大蒜 如果说是有三高的人群 那么使用一些大蒜 那么既能够这样子 又能够改善胃肠道的功能 还能够来防止预防高血压 高血脂糖尿病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另外呢 它醋泡大蒜 它还有提高人间的免疫功能 那么对于免疫功能呢 它对一些比如说 预防一些比如说肿瘤啊 这些都是有因 特别是醋泡大蒜 对胃肠道的肿瘤 比如说胃肠肿瘤效果是更好一些 那么经常吃醋泡大蒜 那么会降低胃肠道肿瘤的发病率 这也是一个 它的一个 就是说提高免疫功能的作用 另外呢 醋泡大蒜 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 对抗衰老了 它养盐呢 这些也是它的一个常用的 但是呢 我们讲醋泡大蒜 它的保健作用非常多 但是呢 它的也有缺点 另外呢 它比较大蒜有大蒜味 另外呢 比如说我们肠胃功能 如果说过量了之后呢 它会刺激肠胃 肠胃会不耐受 所以呢 我们也要使量就可以 可以